今年暑期大电影市场非常火爆 一步又一步十一集大片相继来袭 而刚进入九月 票房市场迅速回归平淡 大盘单日票房跌至4800万新低 票房依然表现较好的还是好莱坞大片 跌中跌六上映12天票房9.8亿 单日票房跌至1600万位居冠军 而其他新上映的电影票房都非常惨淡 尤其今天要讲的这部国产爱情片 上映5天票房0.005亿 又一华语片铺街 网友最煎熬的片子 这部电影就是草戒指 草戒指由洪一平指导马亮 黄海冰 胡蒙等主义 于2018年9月7日上映 主要讲述了自小命途夺传业的女主角之秋 与她青梅竹马的男主角江州之间的爱情纠结 这是一部非常标准小成本制作影片 全是由一群不知名的草根演员出演 演技水准很一般 拍摄场景太普通 宣传力度也不大 因此影片很难引起观众的注意 这本不是一部优秀的片子 却将煽情发挥到了极致 男主角那腿没了肾 女主家庭很不可谐 让观众看得眼泪多指金不够用 但这样的爱情只存在于80年代 并不符合当下大多数人的爱情观念 而且剧情方面不是很连贯 容易跳戏 让观众感觉是导演过意的得人感动 催泪 让部分网友试得其反很不喜欢 甚至有网友表示 看完这部电影很煎熬 在激烈票房竞争下 这部草戒指的确没有给观众太多吸引力